农村小哥剪石头 今天来切一个红色的料子啊 从表皮来看的话 这个红色的地方 它是一坨坨的啊 整个外表布满了这个红色的表现了 然后其他的地方 应该是有点灰或者黑色 石头它也比较大 从表皮来看 它裂的话肯定也有 哎呦我去 这种料不切开的话 可能你看起来也感觉不咋的啊 但是有些切开的话 它里面就像那个鸡血红一样 非常的鲜艳 这个石头主要的重点就是看里面的裂 多不多 然后颜色肯定是红的了 好我们给它上机器 给它切上一刀 石头还是有点大 然后这个锯片都已经切到里面的螺丝去了 然后这里还差一点点啊 我们直接把它卸下来 然后给它轻轻敲一下 它就会裂开了啊 直接给它上铁锤啊 见证一下美食的一瞬间 敲这边吧 来那位 刚才一倒下去 美食的一瞬间啊 哇 哇 里面这么红 哎呀 这个红色一坨坨的啊 然后好多石线呢 这个石线也是红色的 因为这种石线的话 以前它也是裂纹的 只是它经过时间的岁月的洗礼啊 它有些已经浴化回来了啊 但是总体来看的话 小链还是有的 因为石头毕竟有这么大一块嘛 有链也很正常的 这种石头呢 主要就是 挖这个红色的地方啊 给它出珠子 或者是做牌子之类的吧 整个料子基本上都是红色 然后带一点灰啊 大家觉得这种料子做什么 件比较合适 也可以给小哥参考一下啊 好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点个关注点个赞啊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了